鋼筋沒有足夠的水泥來保護它 來隔絕空氣的時候 又給它一些水分 它能不長大嗎 它一定要腫起來的 這個問題你不處理 鋼筋就一層一層往上咬 鋼筋裸露 水泥都崩壞都沒有了 好 跟各位介紹說明一下 這個東西叫做什麼 這個東西叫做平頂接頭 這個東西就是鎖在板膜上面 到時候讓它灌漿15公分 板膜拆掉以後 它就變成我們天花板的一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就可以模擬一下 現在這個中間 師傅在手比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我們就要模擬 你家的地板 也是別人家的天花板 現在它把它釘在這上面以後 比如說把 這灌漿已經灌起來 所以這個部分 後面這個畫面這個 白白這個部分 都已經是水泥了 接下來 師傅他們要配管的時候 他會怎麼配管 那他就是會把這個管路接起來 你看它這個本身 平頂接頭 它就是一個大小頭的設計 這個正常流水方向是由上往下 所以大管會去接小管 我們來看得到這個橘色的地方 地板的流水流下來 經過一個落水片 透過這個地板落水片 水會進入這個橘色的排水管 一路往下走的時候 它就會被這個平頂接頭 也就是上半部這個地方 有沒有 把它包起來 繼續往下流 一路往下走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發現 它這個地方有一個縮小的設計 縮小了以後 又被下面的 我們這支橘色的管 把它頂上來 相接的時候 它也是這樣 一路往下走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橘色的管子 跟我們的灰色的平頂接頭 這個接的過程 都叫做瞬接 排水管的系統裡面 在瞬接 只要你有正確上游 有正確銜接的時候 是幾乎不會漏 在什麼情況底下 你會造成這個所謂的 壁癌 雖然它是瞬接 對不對 但是我們剛才也有提到 我們灌漿的時候 灌的是15公分 但15公分以後 你在浴室底下 它還要填水泥沙 然後再貼磁磚 有時候這個貼磁磚的師傅 他看到一根管頭 站起來站這麼高 要貼磁磚不好 他會妨礙他 會怎麼辦 他用敲的 因為敲得比較快 那如果他是用敲的 會發生什麼狀況 他一敲 一敲就變短 甚至有時候是裂掉 直接裂開 那他這個變得這麼短 就會產生一個什麼現象 我們大家來看 這個地板的落水片 在這個地方 地板的水 如果這樣子流 透過這一個 這個地板落水片 他要往下流的時候 發現這個管頭太矮了 水 會百分之百的 進入這個局側的管子 流到我們的排水系統 我可以告訴你 不可能 絕對不可能 他一定會從這個旁邊 的地方開始生動 這個地方是哪個地方 是不是這個比 從這個側邊流出來 這個地方是什麼 沙土 對不對 對 沙土就是我們的 樓板 水就一路沿著這邊邊 到處亂竄 一路亂竄 這個中間過程的這些樓板 吸得飽飽的水 就像海綿一樣 你的這個樓板的結構 裡面還有什麼 鋼筋 鋼筋水泥 長期泡水 長期濕潤 鋼筋就會腫脹 腫脹就會把 比較貼近天花板 表層的水泥給撐開 所以有些地方 你甚至可以抬頭往上看 不只水泥塊不見了 鋼筋還裸露 當然如果說當初 他們在樓板建置過程當中 這個他少了一塊 那個水泥的 鋼筋把鋼筋撐高 太貼膜 我們講大膜啦 導致鋼筋離這個水泥太近 鋼筋沒有足夠的水泥來保護他 來隔絕空氣的時候 又給他一些水分 他還他能不長大嗎 他一定要腫起來的 這個問題你不處理 鋼筋就一層一層往上咬 鋼筋裸露 水泥都崩壞都沒有了 這個會造成居家的結構的安全性 重大的危害 如果很不幸的 要安裝落水片這個過程當中 發現管頭太矮 那你應該怎麼做 答案就是把他接高 這個接的高度要到什麼樣的高度 到能夠包住我們 落水片邊緣的高度 這鋼筋啦 這個邊緣很重要 我們把他接高 這樣子你的管頭的高度 是不是已經正確的 把落水片包起來了 正常的排水 他就是百分之百的 透過這個落水片 進入我們的橘色的管子 他進入橘色的管子 他還會倒轉回去嗎 不會 但如果你不放心 你還可以透過一些其他的方式 去針對這個小鳳鳳 做補強的動作 但是不變的原則就是 你這支管子一定要夠高